小S与杨成林谁才是广告女王战火持续延烧 今天一周刊报导杨成林取代小S接下卫生棉广告 其主要原因是小S不久前传出怀孕 厂商考量若真属实那儿孕妇没有月事 反而消费者难以幸福 所以厂商宁可请假麻比小S还贵的杨成林来代言 对此小S大方回应 有工作那个艺人一起工作一起赚钱很好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没有调解同一个 之前有有人来问可是其实不是那一家 除了表示杨成林是不同品牌卫生棉 更对阴传怀孕而失去代言的说法不以为意 但不可否认杨成林接下的广告与小S类型越来越像 日前问到杨成林她也不否认 那虽然我们的产品类型就是有雷同 可是我觉得消费者还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但事实上杨成林手上的11支广告 远比小S的八支来得多 400万的代言费也比小S的200万高一倍 日前问到杨成林与小S之间的代言大战 她谦虚表示 但面对杨成林后来居上小S反倒乐观其成 完全没有在怕的 所以不会觉得有被威胁 完全不会 一定是蔡玉贤无罪采访报导